只是这家伙由于此刻已经分化为两种分身的形态 需要想要入侵到他的灵魂世界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先将他两道幻体的形态 打成一个完整的主体 这样在想要入侵他的灵魂世界 就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面对着一道又一道 打在自己分身表面的剑芒不断爆炸 雌雄真的是有点吃不消了 而在这一刻 如流行一般的剑芒不断发挥威力的同时 许阳也并没有轻松 你不要以为用这样预存的方式 就可以抵挡我剑芒的攻击 如果你还想要和我一决正负的话 最好拿出你本体的状态 否则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许阳这话倒是实话 但是他说出这番话的动机 实际上就是在给对方创造出一个陷阱 他果断就中招了 两道分身因为不堪重负 果断重新合为议题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 是需要一个灵魂过渡的时间的 许阳利用幻体的作用 精准捕捉到了那一瞬间 灵魂真空气降临的时刻 就是现在 许阳脑海当中四个字脱口而出 只不过这一次停留在 雌雄脑海当中的一缕邪念 远远要比之前几个人脑海当中的邪念 要强大一些 想来应该是入侵的灵魂世界的门徒 担心他会由本体切换为分身 挣脱了这种邪念对灵魂世界的掌控 不过这种手段对于许阳来说 已经见怪不怪 强度高一点低一点 没有任何区别 我说你们这些 躲在黑暗当中的蛀虫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还玩多久 许阳说完 每一次邪念很快 便传出了另一股精神力波动 这次无论如何 两大帝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你就算实力再强大 终究也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想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将你们所谓高高在上的主宰 踩在脚下 说完 许阳的灵魂本源再一次出手 仅仅是一个回合的进攻 这一道邪念便被许阳的力量彻底化解 当许阳的灵魂再次回归本体 眼前的雌雄 也从之前瞳孔当中 星红的状态恢复了过来 伴随着他的视野重新变得清亮 脑海当中的一切邪念 带给他强行命令全部消失 他又恢复到了自我意识清醒的状态中 你这个家伙总算是醒过来了 老道士的人立刻上前 给雌雄这个家伙传输了一部分记忆 总算是帮助他把缺损的那一部分记忆拼接了起来 他也是一脸的惭愧 你已经恢复了清醒 其他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不欠我什么 说到底 要不是我之前将兰玲儿这个丫头强行掳走 恐怕你们长云天宗的长老团 也不必趟这档浑水 将你们营救出来 也是我徐杨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不是徐旧的时候 赶快救出剩下那两位长老 以及我的那些伙伴才是重重之重 兄弟们都在 太好了 快来跟我玩一句 忽然间一个彪形大汉 从黑暗的尽头当中冲了出来 就他这副造型 立刻便吸引了徐杨的格外关注 恐徒 你这小子难道没有被那家伙控制吗 刚刚恢复清醒的这家伙 回过头来 看向这个大汉奔向众人 开口询问着 对方仍旧是咧着大嘴 哈哈笑着 看起来情绪很高涨 你以为老子和你那么废物啊 就算他能控制住我的灵魂又如何呀 我足足拥有六道灵魂 现在也只是我其中一个灵魂被控制而已 只要我进入到狂徒状态 我就不会被他们彻底控制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是谁呀 为什么会跟你们在一起啊 狂徒很快被停在了徐杨的面前 看了徐杨眼中当中充满了恶意 徐杨也是一脸懵 原来这个狂徒是七长老团当中 最后一个加入长老团的五神级强者 也是刚刚进入到五神级便没多久 不过这家伙性格方面相当的古怪 因为年少的时候 曾经被自己最信任的兄弟出卖过 因此 这家伙对陌生人都充满着很大的敌意 只有得到他的信任 用实力征服过他的对手 才能够获得他的尊重 在得到了蓝灵儿这道灵魂烙印的提醒之后 徐杨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这么说来 终究还是要通过战斗 才能够结束这场纷争了 原本徐杨还以为这一战 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个回合 现在看来根本没有这样的好事 南宫那个老家伙 作为七长老团当中的和事头 原本他站了出来 想要和这个狂徒解释一番 帮助徐杨老大节省一些麻烦 毕竟南宫是徐杨第一个 救出来的长云天宗七长老之一 这一路上 徐杨为了长云天宗这些人 付出了多少辛苦 南宫也是看在眼里的 可惜这个狂徒发起狠来 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 不过徐杨很清楚 像他这种性格执拗一根筋的人 只要能够在他制定的规则范围内 将他征服一次 那么他将穷其一生 不会背叛自己 远远要比那种两面三刀 出尔反尔的阴险小人好得多 你们都不要说了 这家伙虽然已经得到了你们的信任 但在我狂徒的眼中 他还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角色 这个人拥有的实力 远远要比七长老当中的任何一人 都要强大 甚至于 就算我们这些人加起来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此危险的家伙 你们居然还这样 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反正我狂徒这一关 你们如果想过 就必须拿出你的实力来 向我证明你的价值 西洋轻轻摇了摇头 也不多废话 直接对着眼前的狂徒 做出了一个勾动手指的动作 在一次停止的时候 骰子上面的点数 停在了四点的位置 红在这一刻 骰子的轮廓消失在了狂徒的头顶 而后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极为明显的变化 骨骼迅速增长 原本两米左右的身体高度 一下子膨胀到了五米左右 西洋露出了一丝冷笑 居然再一次重复着勾动手指的动作 这一次算是彻底激怒了 巨人形态变化后的狂徒 这家伙卖动粗壮的大腿 每一次脚步落地 都能够带给地面剧烈的震撼 小子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 激怒了四点状态下的我 是怎样一种绝望的体验 眼看着这个巨人的轮廓不断靠近 许阳身后红衣女子 以及蓝绫儿 这两个迷美丫头立刻开口 许阳大哥 赶快离开这里 这家伙的巨人形态相当恐怖 要是被他踩一脚的话 你会粉身碎骨的 许阳非但没有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赶紧离开 反而面色平静地转过头来 对视着红衣女子和蓝绫儿 你们两个丫头能不能淡定些 如果我连这个大块头都摆平不了的话 你们觉得我还能够帮助你们 战胜祭祀吗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这个再次被轻视了巨人形态的狂徒 无形地抬起了一只巨大的脚场 朝着徐阳的位置 狠狠地踩了下来 然而徐阳给他的回应 却是让所有人陷入了疯狂 仅仅只是抬起了一条右臂 单只手挡住了这个家伙 巨大脚掌的踩踏动作 两人的身体再一次触碰到了一起 这开阔的花园区域 所有的花草树木 瞬间被镇成了粉碎 要不是身后这几个观望者 全都是武神级强者 光是这一股气息扩散性周围 产生的摧毁力量 就能够将他们几个人 全部崩飞出去 岂有此理 你这家伙的力量真的太恐怖了 怎么样 你是不是觉得这条腿 已经失去知觉了呢 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块头大的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徐阳说这番话的时候 爱晶将全部的力量 灌注到了自己这条右腿之上 而被他踩在肩膀上的狂徒 起先根本没有料到 徐阳竟然能够爆发出 这种级别的力量爆发属性 那种纯粹的恐怖的力量 灌输身体的时候 他根本难以承受 这样痛苦和压力 双腿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让这皇宫地表的巨石 轰然崩碎 眼看着狂徒巨大的身体 不断被徐阳 愈发沉重的脚力 直接压在了地底深处 很快 他四米高的巨大身躯 被徐阳踩得只剩下一个 头颅还在地面上 巨大的身体 都已经被踩在了地底深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狂徒巨人形态下 如此狼狈的样子 徐阳老大真的是太强了 不过这也的确怨不得难攻 谁让徐阳的表现太过惊人 这样的场面换作是 其他任何人 都会被惊掉下巴 可是结局 却是完全反转了不来 所有人都认为 徐阳会被这家伙 一脚踩进地底下 没想到最终 被踩进泥土当中的 竟然会是狂徒 竟然会是狂徒